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的恐怖片《恶魔纳塔利》 电影开始时女主在一个修道院 作为初学修女的她马上就要离开 在食堂中她遇到了一个男孩 男孩得知她要离开的消息前来向她道别 并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了一个十字架项链送给她 她说 这个项链可以保护女主 女主珍惜地把项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去见了修道院院长 院长告知了女主她家中父母的事故 她的母亲已经去世 她马上就要准备离开 尽管她并不愿意去 但修道院不是她的藏身之处 女主只好坐车离开 在车上她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一个白衣长发女子被绑在树上 十分可怕 回家之后她第一眼先见到了姐姐的男友 姐姐男友给她留下的印象并不好 上楼后看到伤得很重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姐姐走过来向她讲述了家中的变故 女主意外地发现屋内画板上的画像和她梦中的白衣女子一模一样 去洗澡时她突然看到脚底下爬出来很多昆虫被吓坏了 这时姐姐的几个朋友正在他们家中一起吸毒 姐姐的男友总对女主出言不逊 为了保护妹妹 姐姐和男友发生了冲突 男主这时也站出来 帮忙打了姐姐的男友 外出谈心时 姐姐向女主讲述了之前 她怀孕 做胎的经历 姐妹二人都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 姐姐想通过一种仪式 用一种职务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女主当时并不愿意和姐姐一起去 晚上女主在房间里看着那些画越来越害怕 而且那个白衣女子的姿势和项链上的形态有点像 她关上了画上的灯才安心睡觉 睡着后她梦到自己去了一个地方 一棵大树对面 还有女人和孩子的雕像 那棵大树就是白天做梦时绑着白衣女子的树 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 白衣女子一直在向她慢慢靠近 还有人喊妈妈 惊醒时看到爸爸站在她的面前 死死的盯着一个衣橱 打开衣橱后从里面爬出了很多昆虫 再醒来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梦 她走到衣橱那里准备验证梦中的画面 突然被姐姐的男友捂住了嘴 威胁了一番 她更加深了对这个男人的恐惧 由此她决定了为了保护姐姐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仪式 缤分两路进入了那个远离城市的小岛上 岛上有一个早期废弃的修道院 修道院后来被改成收容所 患者和修女一同在那里居住 听说还有虐待病人和堕胎的事情发生 女主在岛上四处查看时 发现了和梦中一模一样的场景 那棵树和雕像真实地矗立在这里 当她近看雕像时 有一个长发老妇和她交谈 似乎她在预言着什么 在废弃的建筑中 男女主糊涂心生 似乎有一种缘分在拉近他们 在进入仪式场所之前 众人又和姐姐的男友发生了冲突 另一位女性朋友还拿出了手枪自保 姐姐的男友独自气愤离开 进入仪式之前 男主把手表戴在了女主手上 女主把项链给了男主防身 当女主看向主持仪式的萨满时 听到了她在说 他们在等她 萨满让众人喝下了死藤水 然后奏乐唱歌 开始了仪式 在音乐的作用下 大家都有了强烈的痛苦反应 甚至有人呕吐起来 女主看到姐姐的反应 想要去救她 奈何自己也没有力气 接着她又喝下一杯死藤水 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 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 濒临生产的孕妇 在父亲的主持下 正在被诅咒堕胎 女主和孕妇都跑到了另一个房间 请求修女的帮助 但是孕妇已经被恶魔附身 恶魔要带走孕妇和孩子的灵魂 在修女和孕妇的挣扎之中 才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个孕妇就是女主之前梦到的白衣女子 惊醒之后 女主发现周围的朋友都不见了 原本躺着的地方 只剩下了他们的衣服和鞋子 四处寻找看到大家都已经惨死 本来她以为是姐姐的男友做的恶 后来发现男主已被恶魔附身 恶魔还想要强奸女主 但是男主听到女主叫她的名字时 本人就会和恶魔斗争 姐姐男友及时出现救下女主 自己却惨死 逃跑的女主被长发老夫救走 原来这个老妇人就是女主看到的 那个助产的修女 老妇人告诉了女主来龙去脉 女主就是当年被恶魔附身的孕妇 生下来的那个女儿 经过恶魔的触摸 女主才有了这种独特之处 她能看到人背后的光 恶魔指引着她回到这个地方 历史将会重演 恶魔要找回曾经丢失的东西 她要一个婴儿 男主和女主都是恶魔的祭品 老妇说 男主就是女主的命运和救赎 两人注定会陷入爱河 老妇人带着女主回到了参加仪式的地方 他们要用圣水驱逐男主身体中的恶魔 老妇人用了两个圆圈 隔离他们和恶魔 防止恶魔冲出来 但没想到恶魔也能控制女主 发疯的女主杀死了老妇 圈进恶魔的圆圈也被破坏了 与恶魔对峙时 女主用自己的力量唤醒了男主 没多久恶魔又要出来了 在男主和恶魔的灵魂争斗中 女主跑了出去 孤身一人的她 最终决定献出自己的身体 用自己的能量战胜恶魔 最终恶魔消失了 女主再怀了孩子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